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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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量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 同时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屯田和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的政策 但是人终究是逃不过死亡的 在嘉平三年8月251年9月7日 司马懿在洛阳去世 享年73岁 司马懿临终前深知自己一生得罪了许多的人 因此 他对自己的深厚事进行了精心部署 司马懿留下遗言 与守阳山为土葬 不焚不树 连以师父 不设名气 后中者不得合葬 子弟群观皆不得夜灵 我们来深入分析下 司马懿遗言中的一些信息 首先 司马懿令后代将其葬于守阳山上 同时不立坟墓 不树立墓碑 同时在墓葬之中 不要摆放任何的名气 后来死亡的人 无论是谁 都不能与自己合葬 最为特殊的是 司马懿还不让子孙后代 以及群臣去朝夜自己 由此不能看出 司马懿希望自己死后可以满西 不希望任何人前来打扰 司马懿的举动无疑是明智的 我 我们都知道 西晋时期由于八王之乱 使得中原陷入了战乱之中 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 形成了五湖乱华的局面 不少人的陵墓因此被洗血一空 而司马懿的陵墓则幸存了下来 即使是如今 人们对于司马懿陵墓的具体位置 依旧不清楚 并且衍生出了许多的说法 其一 温献说 即司马懿的陵墓 位于司马懿的家族墓地之中 但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司马懿的遗诏 以及晋书的记载 其二 洛阳老城东北盘庸种村说 不过后来人们证实这个坟墓的主人为北为原意 其三 孟金县平了镇东宣王种说 但是这座陵墓有较明显的陵墓标志 与司马懿的遗诏已不符合 由此可以发现 世人至今都不能确定司马懿陵墓的具体问题 不过相信终有一天 好古学家们会为我们揭开谜题 参考资料 晋书宣地计 三国之未明地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三国之未明地